词曲 李宗盛 我是民国4.3年毕业 她说大加田嘛 她说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那就是想去学一些意识之常 她说我的姑姑 她介绍我去杨栖菜的 爸爸那邊學一個木雕家具 學那個人家叫美國鄉 美國鄉台語是美國鄉 那時候新竹是香港的時候來到台灣 就住在新竹 因為新竹有地理的環境很好 天然的木材就是在竹東 水田街有一個中國義士 南大陸有一個邀太 還有一個原理 那我是台灣人開的工廠第一代的學徒 學了三年四個月以後 就去到別的工廠去做 那是羅電是家具的一部分 那是羅電是做生產線的 到了這個民國一段時間 美金從台幣貶值到32塊 那時候美國的市場沒有了 那做到我們台灣的房地產起飛了 股票漲了 那時候台灣人就買了羅電假記 就是很多生意都好了 那今天我們有一天看到報紙 在寫說我們這羅電 是從夏末商出的時候 就有在譬如講京都 鄭昌宴 收藏羅電嚴禁 還有紫壇羅電的五湖琵琶 我跟我弟弟講說為什麼 這個仙人留下來的智慧 我們不會去利用它呢 這麼可惜嘛 那就我們跟我弟弟就是兩個人 就動腦筋的 用羅電來做創作 那我們就是從1993年 開始做創作的 我們用的羅電是 深海的珍珠貝殼 夜光貝 鮑魚貝 它的顆粒很細 它折光度很強 我們那時候看到錦泰藍 那錦泰藍它是有用銅線去做鍋勒嘛 才做顏色 那我們想說我們用這個來做 用掐絲來做羅電這樣子 用另外一個貝殼留一個線條 再像一個貝殼顏色不同的 做起來更立體感 好像我們國化的鍋勒 那我們就兩個兄弟去闡釋這個 掐絲頭墊的 我們阿金兩個就介紹嘛 介紹就像是娘娘 就讓大家歡喜歡喜啦 然後我們阿金就說 沒有就讓我出去玩 如果想說他們爸爸辛苦啦 嫁一個可以活苦的人 我自己找一個大夫人 我也想說我一定要帶一個 可以幫助我家庭的人 他也想說啊 漂亮是沒有螺絲啦 可以讓我更有用心比較重要啦 我自己也是想說啊 我絕對要付這個指針啦 我去做生物做了 做幾多十年了 剛才我說啊 要回家自己 我回家自己順著 兩個同樣加工 加工後就自己做一些 我去做一個廚房 去在那裡 廚房我們太太 晚上就要幫他搗嘴 要出海 就幫他搗嘴 保重 搗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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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真的帶著我們這個太太 是很現代的太太 實在是一個家庭師父 新竹山太是新竹的歷史古蹟 它這個種頭是日本時代的代表嘛 我用橡牙來代表 這個外框跟捏面就是黑檀木 這一個是鮑魚 這個是黑珍珠背 這是鮑魚 這是象牙 這個是蝶背 這個是珊瑚 紅珊瑚 那兩邊的材料是配襯嘛 是一樣的材料 像這一個這個線條 用那個珍珠的珍珠背 黃色來配 配起來才會突出來這個 它這個這個線條 一般商業用商業畫的畫來講 這是什麼用珍珠背 還是什麼去像起來就好了 作品不一樣 作品一定要用一塊一塊去像出來 才會突出它的立體感出來 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喔 叫做《世紀如意》 1997年創作的 我們明明講說 這個就是 睡朝清貢 睡朝清貢 等於是我們過年的時候 這個節氣的意義 它裡面有水仙 水是過年嘛 還有牡丹嘛 牡丹富貴 其實是過年的吉祥路 那這一個是 吉寶盆 花瓶有一條龍 那一條龍是另外再向進去的 那這一個是 牡丹花是 恰斯羅店的 金色是它貝殼的 後面是黃色 它用黃色去做底線 好像金線一樣 其實那個是貝殼 花瓶 這個名稱是東方愛麗絲 2003年創作 為什麼要做創作這個螺絲 因為是螺絲工藝是傳統的 為了要把達現代的藝術 所以改變做螺絲系列的 因為人體是很沒的東西 有藝術性 藝術靈感的人都會喜歡這個 這個作品是用紫檀 這個是鮑魚背 腳的身體都是珍珠背 這個臉孔是月光背 頭髮是黑珍珠背 蝦絲是紅珊瑚 這個黑色的配紅珊瑚配起來就很突出了 這個臉孔是國際臉孔 1999年創作的 國際是我們國家的國粹 沒有人想要用這個來做創作 那我就是大膽來衝衝這個臉孔 這個臉孔是用那個 深漆是黑色的 人家講俗漆 這個臉孔的特色是他的眼睛 是另外用配出來的 這個中間這個是黑珍珠背 到這裡來 這兩點這也是黑珍珠背 這個邊這是珍珠背 這是鮑魚背 那這個一種鮑魚是另外一種顏色的 一種鮑魚 那這個是 象牙 這個是巧背 這個是兩個耳朵是巧背 那這個眼睛 是一個珍珠背 黑珍珠背 比較淺色的 這個眼珠是另外一個 更深藍深的黑珍珠背 就像在這裡面 一個一個拼出來的 好像我們做孔雀那個尾巴這樣子一樣的 都是很細工的 前面那個珠寶是 河塘清去 後面是1450峰 兩個都是2014年創作的 因為音樂可以欣賞音樂 因為珠寶可以收掌珠寶一級兩用 這個珠寶盒的特色是 它的盒子本身是用 早期的傳統的那個三角筍頭去做出來的 後面那個教練是用木頭 去做好像旁邊是這樣子開的 那中間在像一個銅條在裡面 這個是蝶背 當中這個兩塊小塊是鮑魚背 這一塊掐絲 這掐絲的線條是珍珠背 那裡面這個一塊一塊是 夜光背 那這個鳥裡面這個眼睛 是另外一個貝殼 像一個眼球再向進去的 這個地方是放織寶的 那音樂是在這個裡面 這個蓋子的線條 這個是完全導圓的 那我這裡面磨得這樣光溜溜的 是很光滑的 是一個很極品的珠寶盒 是個大小小小小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话スーフ 是观音视频 理论 用素刀慢慢給它修 這個修到我們看到需要多大的線條 我們大概修到像這個程度 這個貝殼這個線條這樣子 那我們再拿一個貝殼來 這是這種是那個夜光貝 我們再用那個燒輪機 再給它這邊先修一下 再用那個鋼絲機來修 再用那個鋼絲機來修 讓它固定起來 再用那個鋼絲機來修 一點少оль 再用那個線條 Terroir 全部都將油打開 下面就是有些外層 車廉 鸡蛋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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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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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新竹市政府文化局 提供這麼好的場所 給我辦61屆的新偶相傳 各臨展 更感謝 工作同仁的辛苦 創作是無止境的 請 藝術先輩 拉臨參觀 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小心 ? 請 請